一開始的時候,第一個稿子是有劉少奇在裏面 後面劉少奇沒有了 是要把劉少奇畫走 好像別人的Bizontine Iconoclasm 以前畫的所有聖母像全部畫了 我還未教得特別明49年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49年之前發生了什麼事,你要知道孫中山做了什麼 做了很多事情 起我家學校,為我中大 孫中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但其實一件很大的事就是他推翻了清朝 他推翻了帝制專制 也是好事來的 因為那時候也是超級地封閉 令到整個中國非常落後 是有必要去做一個改革 但是在那時候就延續了30年的一個超級的帝潛可以說 有兩次的內政 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打仗的這段時候 同時也經歷了日本仔的入侵 所以這批人在49年之前出生的這批人 在貧府中,在毫無希望中成長 當時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批人,我講的是1900年之後出生的這批人 他們在一個這麼惡劣的環境裡成長 可以說是亂世來的那時候 他們是因為剛剛好,他們父輩也是生活的大清帝國被推翻了 一下子他們是很迷失的 對於這個國家何去何從 然後當時這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個思想入了來 什麼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呢 其實它根本在蘇聯30年代起端的時候 它是一個叫做揭露社會不公平、腐敗的一個很正義的思想 比如說我們著名的這個文學家魯迅先生 你看他的作品就是反映這個貧鼓人民的不公平 明白 這些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核心思想 這一批你要知道才知道的關係 這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它其實是一直到毛澤東的時候 即1949年之後解放後 都延續了下去 但是很不一樣的意義 這一批人當時可以說 49年之前 他們都不是很認同這一批 但是我認為我知道的是 中國有很多的宣傳播 這個共產黨有很多的宣傳播 他們發現了用文藝 是一個最好的宣傳方式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宣傳小組 發佈了很多的什麼報什麼報 然後為了去鼓勵這一批 在貧鼓中成長的年輕人 那時他們幾歲 那時可能十八、二十二 很年輕 即是四十年代 是的 即是三、四十年代的時候 三、四十年代的時候 OK 即是還是舊中國 舊中國 但是已經沒有了皇帝的中國 是一個很尷尬的時候 當佛亂戰 沒錯 然後他就為了鼓勵這一批人 去參加共產黨 去支持共產黨 他就用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思想 去跟他們宣傳 所以你會看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他們是有很多這一類 比如說胡一邨 講真你坐院的舊院長 前院長 過了九十年代末的時候 還是二千年頭 你入美院時看到一個很大的雕塑 Anyway 他三十年代的時候 就畫了很多的畫 比如說有一幅叫做到前線去 你可以感覺到 OK 去死吧 或者是有很多比較激進的一些畫 比如說 他有點像劉曉冬在後面 他會畫一些低下騰人士的生活的現實反映 是一模一樣的一件事 但是當時的那種情緒 或者是那種作品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當時一戰 其實去打仗是一件令大家覺得驕傲的事情 當時參加共產黨是很驕傲的 不是驕傲 而是在無希望中有一絲希望 因為當時共產黨是他們的唯一希望 那國民黨是搞什麼 國民黨就是被共產黨搞低了 但是國民黨不做這樣的藝術宣傳嗎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敢說 然後 你之前也說過 比如說共產黨也會以一種比較 有點像 打遠港 即是大家去參軍 宣傳部 那這些是哪些人畫的 我好像沒聽過徐碧雄說宣傳部這件事 不是 很恐怖 沒有 徐碧雄他已經是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通常 你參與革命的那一批人 都是什麼人呢 年輕人 即是他們的學生說宣傳部 是的 那徐碧雄他已經是一個 你想想其實現在 就算目前我們所經歷的 任何有革命的國家 其實是老一輩的人 你不能說他接受了 但他有更多的負擔 他太多事情可以輸 所以他是不會 我想啦 我不知道徐碧雄是怎麼想 但是我覺得 我也想認識一下他 我也想認識一下他 那我可以幫他買一幅畫 其實我覺得某種情況 是有一種 positive 的熱血在裏面 即是為自己的國家而奮鬥 所以國家裡面成功 包裝成為共產黨 當時還未成功的 但當時 還未成功 但大家就是 picture 藍圖 就是不共產黨 即是真宗國 即是真宗國 所以我不覺得那個時候 是一個 cynical 的形式 反而是一個很 innocent 的 即是很 innocent 即是很 innocent 即是很 innocent 老實說 我們很幸福 即是一會兒 我們不幸福 很幸福的了 對比起爺阿媽的故事 真的很幸福 即是我覺得 我們是想像不到 那種茫茫中 你要找一些東西去看進去 即是當時來說 共產主義 真是唯一給這班人 一個美好藍途的唯一一件事 不說國民黨 我不知道國民黨 我不清晰 我只能說共產黨的這一批人 又要做一個很不幸的比喻 就像希特勒 其實當時也是 但希特勒是德國唯一的希望 是呀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怪那一代出生的人 真是很不幸的 這件事 我們繼續說 譬如劉開渠 很明顯他就是不幸中的幸運兒 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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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好看的 那些 新中國來了 那些人之後的命運怎樣 是當新中國建立了 那些人之後的命運怎樣 那些人之後的命運怎樣 好像剛才說的 就是三十年代 不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還是畫一些很現實主義的 但後面就全部變了名 變了種 就是所有畫的題材 都是充滿希望的 都是共產黨的一些偉大事跡的一些寫像 你的題材就只能見證這一種 沒有辦法畫其他東西 即是歌頌歷史 絕對是要歌頌色的 你不歌頌 沒有你存在的地方 那時候已經只不過是四九年 到五一年而已 不是 就是七六年 我真正的八八提荒 是的 那一段時間全部都是只有這些題材 就是很誇張的 你會見到 我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 好像是 董希文畫的那一幅開國大典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稿 是有劉少奇在裡面的 後面 劉少奇 沒有了 它是要改掉 即是要把劉少奇都畫走了 即是好像別人的 Bisontine那種 Iconoclasm那種感覺 即是以前畫的所有聖母像 全部都拿掉 是的 你是零傳族 後面就有一個 另一個例子 就是有個藝術者 叫石狼 石鹿 他畫了一幅畫叫 轉戰 轉戰俠笛 其實就是畫了毛澤東 在懸崖邊 但是呢 這個其實是說什麼事件呢 就是石鹿 炎雀轉戰俠笛的思路 完成了同樣表現毛澤東的東道 準備送交這個全國美術展覽 誰知道 就被人告知 說壞了 壞了不單止 還說他政治錯誤 你猜一下為什麼 你看看這幅畫 你猜一下 不要再解釋 因為毛主席站在最低點 是那個方向 但是不是這個原因 有件衣服不夠帥 不是 開鼓吧 開鼓 因為他站在崖邊 大家會覺得他是不是打算送死 我也是這樣說 這類題材 是絕對不行的 你是有命題作文的 你答不適合他們的答案 你會被人說是政治錯誤 你想想一下 就算是 剛剛才想說 陳珍青 他是五百年的人 他到了七十年代末 其實還是幾歲 十多二十歲 所以其實他經歷的時間段 是不太長的 所以後面當這個社會改變了 他又進入了另一個時期 他可以很快 把另一個思想 帶進來自己的理解 而好像我爺爺這些 其實到了那個位 七幾年時 都五六十歲人 你叫他們 好像陳丹青 去想是不行的 那個時期 我覺得人這些都是 人一世物一世 也是有一個階段 所以我覺得 他們那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很敏感的一代 一個時候 在他們的那個年紀層 其實是經歷了很多的 自己和自己 在那裏做一個 debate 所以那一代人 somehow 就出了一些 很有趣的作品 在那裏做一個